有關許智峰的情況 許智峰議員在今次的過程中 我們見到他搶了手機的情況 我們覺得不能接受 我們會譴責這種行為 這個情況我們亦都會看到 將來立法會應該會有 可能有一些調查委員會等等會出現 如果有的話我們都會去參與 例如林喜昌議員現在都打算有需要參與 我們覺得要尊重整個程序 包括立法會本身的程序 亦都包括民主黨自己本身 黨裡頭的一些程序 我們會看完所有的程序 以及所得到的資料 我們再做將來的決定 是 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問題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其實有機會有刑事調查 因為刑事調查的搜證和舉證 會非常詳細和具細無遺 如果沒有一個這麼詳細的調查 或者搜證之前 我們作出一個決定 是比較闖絕的 真是 我們都希望在這裡呼籲建制派的議員 看一看究竟是否可以 將這個動議 是等到有一個刑事調查結果 出了來 是先做這個動議 因為其實如果你只看一個片 究竟其他的證據是怎樣的呢 我們都不能夠一一知道 所以我希望這個檢查動議 是可以延至一個整傳的調查 結果出來才做 如果沒有一個完整的調查 而那個動議已經出了台 你們會不會嘗試去阻止它 或者是推翻它 我們剛才都說了 我們會參與那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 尊重程序 整個過程 看這件事 究竟還會有其他的證據 我們才會再作決定 小建制派任何發問 是否包庇它 你們有甚麼問題 為甚麼包庇它 怎樣包庇它 我們有一個調查委員會的機制 我們對於許智峯議員的行為 我們已經說了 是絕對不能夠接受 亦都是要譴責的 我們願意加入這個調查委員會 去看整件事 但希望大家尊重那個制度和程序 林鄭泰是說應該要直線辭職 公民黨就說是不成比例 要去辭職的話 那你們的看法是否有辦法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我們既然說了 是尊重我們的調查程序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有了 所有的資料 所有的證據 和經歷了所有的程序 我們才去做這個最後決定 在這個時候 如果已經作一個結論的話 當然我們不能夠阻止 任何人提出他的意見 但是這個是不是大家要公認 接受的一個結論呢 那這個我覺得是 言之上早的一件事 你們剛才也有看到 你們剛才也有看到 是現在的時刻 你能夠分析 你能夠支持 或是否不支持 或是否不支持 或是否要讓他取決定 或是否否要去 或是否否要保存 但當然我們已經說 我們已經說了 有什麼事 這件事 我已經說了 我們承諾 所以是不是如果刑事調查認為它真的違法的話 你就會支持檢查它之封 我想這是一個假設性的說法 第二就是到時我們一定會考慮刑事調查的結果 和所有其他的資料我們綜合性才會做一個決定 現在我們未去到的程序 我們就已經說我們要怎樣要怎樣 我們其實就是不尊重程序 OK 謝謝 我想知道那條片都拍光了 你還要什麼證據 拍光了嗎 整個過程都拍光了 你還想要什麼證據支持到你 知不支持呢 我想問清楚 我想在場的人 和看過這條片的人才知道 是不是已經拍光了所有的事情 我想大家公道一點 記者 如果有一天你們都可以看到這條片 你都會知道我們的意思 說看不完 或者有什麼未看到 原因的意思是什麼 但是我想我們都不應該 是將這條片 既然是都有一個 即現在也是交給警方調查 其實過分地去解讀那條片裏面的內容 其實我想這個階段來說 亦都是對每一個涉事的人士 都不是很公平的 包括受害人 在這個階段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對於這件事作出是非的判斷 我們已經很清楚說了 我們不接受這條行為 我們覺得這條行為是有錯 我們譴責這條行為 我們譴責這條行為 OK OK 謝謝 謝謝 什麼呀